大家好我是托尼兔兔兔记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这期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我目前用这个死灵雪茅的这个build 这一套呢大概玩到了50多级 我应该是从40多级转的这个雪茅 然后试了一下感觉还挺好玩的 昨天是在55级的时候打通了世界四的守门人 就是厄莱亚斯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套build的技能加点 还有微能 还有这个整个技能的一些特性 加点这边呢就是基础技能是要的是这个 为了增加这个强固质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雪茅的这个技能 然后这边要的是这个压制 然后这个是为了配合一个威能 就是为了配合这个 这个威能后边咱们还会再看啊 然后这边是把这个不完美平衡点出来 然后另外我的项链上还有一个这个 哦加三不完美平衡 所以说我这个不完美平衡是相当于是4级 就是我这个核心技能伤害是提高20% 这边的被动呢是性移极产生王骸 这一套build呢会频繁的使用这个王骸 同时呢使用王骸也能帮助我们回复能量 还有提升伤害 雪雾这边呢是暂时把产生王骸的 这个被动给点出来了 因为我在当下这个刚到世界4的时候 怪物比较猛 可以用这个技能来补充一些王骸 如果说你已经割草了 这个就可以不要了 就光要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躲一些那个比如你被控了 或者躲一些危险技能的时候用 然后这边是要这个邪暴 就是一个大范围暗影伤害 因为他的这个伤害比直接邪暴伤害要高 然后如果说伤害比较充足啊 就也是在割草状态的话 也可以就直接使用这个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消耗王骸 挥有能量 然后这边呢是消耗王骸提升伤害 这两个被动呢也是跟大量消耗王骸相关联 然后这边呢是用这个诅咒 然后这边我使用的是这个10% 直接斩杀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然后在有些情况下呢 他其实是可以使用这个的 然后这个衰老诅咒呢 他其实是为了配合一个这个宝石啊 这个宝石就是当你附近有敌人的时 他可以有一个衰老公环 然后这个我原来这个宝石 是当你附近有至少两名敌人 然后那个替换项链时候被我洗掉了 然后这个宝石现在更好 我现在还没有打到呢 然后这边是增加那个骷髅法的伤害 然后这个根据我的观察 实际上这个骷髅法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感觉很多时候他就是一个氛围 那加上也行 这个还可以增加他的生命上限 然后这边呢是这个一点 这边是把这个凝结之血 就是健康状态 这个鲜血技能伤害这个点出来 然后这边是要这个王骸的异伤 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当前这个伤异伤的一个手段 然后这个王骸卷须 也是通过恶毒之心去出发 走进王骸会自动磁放 以装备的这个王骸技能 就是我装备了这个了 还有这个这个鞋豹 还有这个附身海骨 他会自动死防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技能 然后一会我再把这个技能再给大家捋一遍 他们都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叠加异常 然后这边是很重要的一个 获得强固的一个手段 强固还挺稳的 这一套强固还挺稳的 然后这边呢是因为带了很多的宝宝 所以这个肯定是要加的 就是我自己的也会加这个攻速 然后这边呢把这个王子之鱼点出来 就是让我们这个宝宝能稍微肉一点 但是你不要对他们抱有太高的期待 只是稍微肉一点点 在这个世界四怪物伤害比较高的情况下 他们能多挨几下 可以让我们稍微轻松一点 这边点了一点 偶尔还能给他加个血 然后这边把这个关键被动 拉斯玛的活力保持健康状态 然后造成压制 OK技能加尔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巅峰这边因为现在等级比较低 所以说巅峰这边不是很完整 巅峰就大概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返回整个这套技能 跟大家说一下这些技能都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是我们主要输出技能 然后他有几个特性 第一就是血毛在攻击一个单位之后 比如说打到骷髅身上 他身上会被标记一个羽毛标记了 这时候我再朝这个方向再释放羽毛 打中他的时候 他也会受到伤害 然后这个技能呢 他有两个被动是会给他产生压制 然后他产生压制的时候 会触发这个威能增加攻速 然后这个技能 他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可以穿透目标 但是穿透的话 他就伤害会逐渐降低 所以说这个东西 他可以配合那个王海卷须 他不是可以聚怪吗 他就可以达到跟那个骨毛 哎打一条线 同样的一个效果 也可以穿透这个被聚起来这堆怪 然后这个是血毛 然后我们这个邪暴呢 就是增加一些伤害 然后也是为了消耗这个王海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宝宝大军 这个非常有氛围的这个 他们其实存在的意义好多时候是 也不完全就是为了增加氛围啊 他们也有他们存在的作用 像这几个是为了造石 然后这几个呢 是为了控怪 然后并且冰霜法师 每次使用主要攻击 对敌人造成伤害时会回复惊魂 所以说我这五个法师的话 他还会给我回复惊魂啊 这几个他们是干净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他们可以当一当肉盾 去帮我吃一些伤害 然后这个技能就是解控 然后规避伤害 然后这边这个呢 就偶尔可以用他打打天宠 打打这个强固 然后偶尔也可以产生一些这个生命球 然后这个王海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技能 第一他能消耗王海 第二呢他能控怪 第三呢他能当这个异伤 然后这个技能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用处 就是在打boss的时候 比如说打那个厄莱亚斯 这个技能他会叠加大量的怪物 下面的那个控制条 然后那个条满了 怪物不就亮呛了 对吧 你就可以时间揍他 所以这个技能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后这个技能他虽然可以自动释放 但是也要主动释放 我一般都是上来有王海 直接就接一个这个 打小怪的时候接一个这个 他就可以起到控怪的动用 然后打boss的话 他就是底下那个控制的那个计量条 ok 技能这就完事了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威能啊 然后前面技能 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技能一些特性 我都给大家介绍过了 所以接下我们看威能 大家会比较清晰 然后比较关键的几个威能 我都得摘下来啊 这样咱看得更更更清楚啊 项链放在这边啊 这样啊 这样 ok 然后这边其实还有一个 这个我先放在这个位置 项链这边呢 我打的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项链这个位置 它可以去优化 项链这边打的是这个王海卷须时 注意这个威能 它这个描述 它不是王海卷须命中 就是控制到敌人时 就是你释放王海卷须 或者说你的那个呃 自动释放那个王海卷须 只要他放了 就能获到这个暴击加15%啊 6秒 然后对被这个王虚卷须伤害的敌人 然后造成了这个暴击伤害 提高 然后这边这个恶毒之心 上的是这个摔掉诅咒 下一个威能呢 是这个我这个用的是双手啊 这个其实用单手也可以 这个呢就是鲜血技能造成压制 血毛它不是有两个触发压制的被动 触发压制的时候 我们这个攻速就会提升 然后我这个是提升百分之 就是贼快啊 就跟机关枪一样 贼贵 然后这边是这个血毛啊 可以消耗生命球 生命球呢就是长得像一个那个 就是红色小蛋蛋资料在地上 我一吃哎这东西他会给我恢复生命 然后这个威能呢就是可以 呃从这个生命球这个位置 哎也召唤一个血毛 然后去攻击就是我打的这个单位 而并且消耗掉这个生命球之后呢 也相当于是我们把这个生命球给吃掉了 然后他呢就能跟这个去相配合 那就是当生命全满时 我们再去使用这个生命球 给予我们这个金魂啊 就是可以给我们这个回复能量 然后再有一个威能就是 释放血毛我的这个首要目标 如果身上已经有这个鲜血标记的时候 那么就会额外再发射一根血毛 然后攻击另外一个敌人啊 就相当于是增加这个投射物的数量 然后这边这个啊对忘锁了这边这个恶性之心打的是这个自动消耗网海啊 就自动释放这个网海技能 然后像这几个其实都这个恶毒之心都非常的好打 你不用特意去耍基本上你一定会有的 然后这边这个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谁员能得到就是当你生命高于多少时 然后每隔五秒会消耗生命啊不消耗资源 释放的一个核心技能 然后伤害还会提高 然后我这边用的是这个双手剑 然后如果说用单手武器的话 这边是不是还可以再装为一个威能 所以说其实有一个威能这边是没打上 其实这个威能吧 他优先级要比前面的几个要略高一些 所以说这个威能也应该加上 然后这么算下来攻击威能一共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啊 一共应该是6个攻击威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防御部位的威能啊 防御部位的威能其实可以再可以去优化 然后这边我就是根据我就是根据限制端我打到哪个了啊 我就就是临时都用了 然后这边用的是一个这个增加库罗战士 然后这边是这个违抗啊 这个基本上就是用这个 然后这边是增加库罗法师啊 就是增加这个氛围啊 然后这边是哎 库罗法师他还会释放这个暴风雪 就很好玩 然后我现在这个东西一出去打吧 就是整个阵仗非常的热闹 然后我们出去打一圈看看啊 OK我现在是到野外了啊 然后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就是自动释放的王爱卷剧 然后就把这个怪物全都哎 聚在一起了聚到一起了 然后就拿一个雪猫就进去干就行 把这些宝宝 你看他们的伤害其实不高啊 他们的作用嘛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第一呢就是氛围 第二呢就是造势 然后这边是回能啊 控制 第三呢就是抗伤害 就是这个现在玩起来就哎 哎非常有那个暗黑2里边死灵的那个 那个味了啊 就宝宝就刮杀 哎然后我们的最大后边就打 然后这边用技能打完之后呢 就棒棒棒棒就可以死爆 对另外我们 我们在输出的时候怎么怎么打 一上来有尸体了 肯定先起手用这个王海卷剧 对吧 用王海卷剧 然后用这个雪猫 然后你能量快没有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死爆炸 然后比如打单体的时候 哎你又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 尸体可以炸灰能的时候 然后你又没有那个雪球可以灰能的时候 哎你就可以用这个 基础技能出去打天冲 然后灰能量 要没有能量的时候就炸 炸的话基本上我这个W按住 按住个一秒 按住个一秒左右 我这个能量就满 所以就Q按住 然后W按住 Q按住 W按住 大概就是这么个超速 非常的 简单无能 然后场面也非常的热闹 这又有 这个地上在毒 地后有 远毛 又有暴风雪 震荡非常的大 看 我这一共带了11个宝 这样的开始 这样的活的 嗯 看一下怪物的等级啊 现在怪物等级是75级 然后比我高了19级 然后 现在 基本上就是打这些怪就可以打成这个这个效果 然后这些都是都是普通小怪啊 我现在接下来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要升升 然后等到我60级的时候 把这个难度4掉的那些装备都能穿起来之后 这个伤害肯定还会比现在还要更多 OK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OK我们现在回到城里边了啊 呃我接下来呢就是肯定得先升升级 然后把这些 难度4掉的这些装备啊 把这些装备都装备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剑啊 你看这个剑就直接伤害就提升了好多 而且这个属性还挺好 不过我现在更想要的前面我跟大家说了 我更想要的其实是个三手武器 然后我这边能多装一个威能吗 现在我这个威能差一个打不上去了 就是在难度4再刷一刷 把这些磁绘都在网上搞一搞的时候 然后现在这些磁绘有的都很很很差啊 看那个胸甲的家都乱七八糟 然后把这些磁绘都搞一搞 这个伤害还能在网上再提一提 然后加点这边呢 我觉得还可以再做一些优化 然后现在这个就只能称为是属于是第一版的吧 啊就像我之前德鲁伊那个build 这个只能称之为是第一版 然后你就把这几个威能还基本上都搞上 还差不多你这个血毛就就可以玩了 然后 呃宝宝这个东西呢有的也你要不想带的话也可以选择牺牲 但是我觉得这个死灵法兹宝宝现在这个他这个强度 我现在带的感觉还可以啊 他他不是特别厉害但是也可以啊 就是那三点我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威能这边再跟大家说一下吧 啊这个是那个能量法典给的啊 这个也是能量法典给的 这个也是能量法典给的 这三个是能量法典给的 然后其中这个他是只能打在戒指上的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想获得高变量的你必须得打到戒指才可以获得高变量的这个这个威能 剩下其他的你都可以在这个商人这 如果说哎你这几个哪个没有 你都可以在商人这堵这个手套 或者是堵这个护盾都可以获得另外那三个 一个是消耗生命球 释放血毛 一个是这个血毛以标记的敌人 你再打的时候额外召唤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压制就是提升攻速 所以说这个威能也是比较好获得的 因为有三个都是保底就给的 ok 那这个就是死灵的这个血毛啊 属于是1.0版本的这个build介绍了 那再接下来我可能还会再对这个build再进行一些研究啊 有可能还会再出一个2.0或者是3.0 然后再接下来呢可能还会再研究研究其他的这个技能 比如说像是这个暗黑系这边这个枯萎啊 这个之前在公厕的时候玩过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骨毛这边呢之前就是玩过了也玩的比较多了 所以说这边看情况嘛 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这个关于死灵血毛的一个介绍了 喜欢这期视频记得帮忙点赞或者转评赞三连 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关注我频道 方便查看我后续更新的视频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托尼兔兔机 那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